網紅小玉 朱玉成 兩年前和助理涉嫌利用了身衛技術 把多位名人 政治人物的臉部影像做移植 來製作成不雅的影片販售 而不乏所得超過了一千三百萬元 昨天 新北地院一審判處小玉 徒刑五年六個月 可一顆罰金 網紅小玉 朱玉成因為D-Fake換年案 遭檢方起訴後 幾乎從鏡頭前消失 多次出庭一改拍影片的嬉笑態度 低調再低調 案件法院四個月來審理 二十一號一審依違反各資法等罪 被判處小玉五年六月刑期 她的莊姓助理被判刑三年八月 都可以一顆罰金 小玉卻只被判刑五年多 相較於律師要求一罪一罰 合併執行十二年 所以我們也認為目前的罰則過輕 首先要感謝法官幫我們主持公道 讓正義可以被伸張 也讓所有的受害者包括我 總共一百一十九位 可以得到些許的安慰 想到自己臉部被合成到不雅影片 仍在網路流傳 被害人之一的高雄市議員黃傑表示 判決不能完全抹平傷痛 代表十六位被害者的律師 曾經建勤法院從重量刑 以罪易罰判處十二年 也認為判的刑度不夠重 對被害人保護不足 而小玉的惡劣行徑傷害 已經造成更換不回大多數 告訴人原諒 我們認為說對被害人的保護是不足的 因為被害人來講 他們所受的傷害是終身的 然後被告換最後態度不佳 在定制行程中有再重重的必要 小魚靠著神威技術 涉嫌製作換臉不雅影片 販售謀利千萬 網紅名人政治人物 多達一百一十九人成為數位性暴力的受害者 為了杜絕心形態犯罪 各部會著手修法 刑罰等相關修正案還在立院審議 而小玉不僅有刑罰要面對 部分高數人也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該負的賠償責任也逃不掉 記者川中城 新北報導